曾经的我也很想放弃 其实我问过我太太 对一天我们把公司卖掉 其实我们应该还蛮轻松过生活的 她就跟我讲说 以你的个性 你卸不下来 了解老板思维 倾听创业故事 欢迎来到老板有话说 这次访问的嘉宾 是本地著名时尚包包品牌 Tracy的创办人 陈宗盛 Johnson Tan 哈喽Johnson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Johnson 来自Tracy Star 可不可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Tracy Star这个公司 它是从什么时候创立的 然后旗下有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Tracy Star这间公司 其实我是在2008年创立的 就是到现在有16年了 今年第16年了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是以女生包包为主 我们旗下有 Tracy是其中一个我们的house brand 我们有Healy 来自新加坡的品牌 还有Valentino Creation British Bolo 跟Lancaster Bolo 总共有五个品牌 那其实在网上啊 因为女生品牌的包包 我没有用过啦 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评价 就讲说性价比很高 里面就是除了价格 大家affordable之外 它还是很时尚 又很实用 当时候在设计 这个款式的包包的时候 会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或者初衷才设计它的呢 其实我们公司有五个品牌都有不同定位 然后Tracy是其中一个我们全力在主打 包括做市场营销这一块 所谓的marketing这一块 所以当时在找重新定位Tracy品牌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不懂要怎么重新定位它啦 因为大家讲价钱合理 质量好 然后款式美 可是这些好像大家都一样 因为身边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爱整齐的人 比较organized的人 所以大家就收集一些资料 他们就给我一些建议说 不如你设计一些很实用的包包 很多功能的包包 然后当时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我跟我太太 因为我本身是卖bag嘛 所以我跟我太太去shopping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我paybag比较多 so在paybag的时候 我去给钱的时候 当要给parking的时候才发现 找不到parking ticket 就这样子几个idea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如来设计一款多功能的fashion bag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女生都穿到漂漂亮亮 但是就是拿着免费的所谓的电脑 bag去上班 就是所谓黑色的背包大大哥的 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推出了第一款 比较女性化的多功能电脑包 就是因为这样子找到Tracy的一个品牌定位 所以刚刚你讲的那个包包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到这个compartment bag 就是其实它的特色我上网找了一下 它其实是很多隔层的 它有什么样些地方是值得 我们去推荐大家去使用的这样的bag呢 什么特色 像我们的电脑隔层 其实我们已经帮大家设置好了 你放电脑的位置 你放你的powerbank 你放你的mousepad 放你的水平 所有的隔层已经规划好了 包括很细形的 我们帮你设计一个掉钥匙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call是给你勾着你的钥匙的 叫你回家找钥匙就很方便 在去见客户的时候你要拿你的名片的时候 在你的背包后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位置 让你把你的名片放在那边 所以你就不用去开你的bag 找里面的东西拿名片出来 你可以很优雅的从后面就拿出你的名片给顾客 所以是基于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就把那些功能全部规划好 让顾客更方便去使用那个包包 看你们的整个网站设计 其实也是有一种小子女的感觉 所以哪一款是适合就是比较偏小子女 又经济又百搭使用的一个包包呢 目前我们的Urban Collection是卖的最好了 就是Urban Collection是有一个电脑bag 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公文包这样子的tubebag 所以这些是我们不管在线上或线下都卖的非常好的 我们的其他的essential product也是卖的不错 但这个大家认识我们就因为是这个Urban Lady Compartment Bag 而且这个bag我们也拿过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是马来西亚最多隔层的包包 这样其实Tracy的网站上面有一句话 它这样写的就叫take it with you 你是怎样诠释这句话呢 我们其实这个的初衷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compartment bags 这样我们希望这个compartment bags 不只是可以 fulfill你的工作的needs 把你daily life也可以用你每天生活也可以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你实用的你要用的东西放进这个bag 然后都带走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slogan的来源 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希望你把Tracy take Tracy with you 把Tracy带回家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的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就是slogan其实是跟一家品牌的企业形象 还有就是企业的文化其实息息相关的 就是企业文化还有形象上面 你要怎么样去打造它 好像Tracy的品牌 我们其实在每个月 我们花好多的心思跟开销 在product presentation上面 所以每一个产品一到 不只是设计产品过来就可以卖了 产品设计了过后 这前前后后其实已经打了三四次sample了 所以在产品收到过后 我们的marketing team要做mootboard 要怎样present它 要搭配怎样的衣服 包括makeup也要去搭配那个bag 很细腻的部分可能所谓的behind the scene 前面看不到 可是当present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很美的在观众前面 但现在比较困难的是要怎样去保持这个 所谓的美的部分 要一直让顾客看到这个美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目前 所以我们有一个graphic designer 专门只是给Tracy罢了 然后我们也有所谓的content team 专做Tracy的content 就是不会讲 全部要给它 其他的brand不会进来 so forTracy的品牌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有一般人专做Tracy这个品牌 很多人讲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难道makeup的东西就不值钱吗 还是说不吃香吗 你怎样看待本土品牌 就是它能不能够在国外发光发热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在rebrandTracy的初衷 就觉得 诶 怎么你不买我们的bag 当然也一部分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设计 还没有达到人家的要求 所以在我们设计 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 所谓的多功能时尚宝宝过后 我们就发现 诶 身边渐渐的开始很多人用我们的bag 然后有些朋友会打来 诶 诶 诶 诚 诚 诚 你可以给我discount code吗 好朋友吗 我要跟着 so 我们很开心 因为陆陆续续的身边 然后就有人会whatsapp 我说诶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你的bag 我们就发现 诶 原来是我们之前一直抓不对方向 而不是别人不愿意购买的bag 所以其实你讲大马品牌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疫情后反而 很好的是 大家对本土品牌的那种情谊比较深 就听到诶 我想support Locker Brand 而且现在大家对于所谓的 luxury brand没有这么追求 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 9000后的一个感觉 不一定要很好的品牌 才可以来搭配我的身份 而是我怎样去用那个back 看起来很适合我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把Tracy带出国外做exhibition 这个是因为我们不小心看到 在中国的某个宝商面看到 对某宝商看到 诶 怎么我们的back出现在那边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讲问我的seals team 我讲你们有把back卖去 有upload在所谓的某宝上 他讲没有啊 我们就看 哇 里面全部用我们的照片 基本上所有的back一模一样 颜色一模一样 款式一模一样 你只是把Tracy logo拿掉了 然后所有的照片80% 都是用我们拍的照片 我们一个月花好几万去拍照 可是过后其实我们有转念想一下 因为我们有咨询了一些法律上的 需不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可是我们的律师是告诉我们 在某宝上你很难对付他们 因为我们没有点在那边 叫我们换一个想法说 其实我们很开心 马来西亚品牌被人抄袭 销量也不错 所以我们被他们抄袭 还蛮开心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照片被拿去用 证明我们的审美还不错 所以你可以在某宝上看到 一模一样的品牌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值得 被骄傲的品牌 还有一个故事可能我分享一下 在TikTok的一些video上面 因为我们有affiliate嘛 就是可以代理我们的品牌 他把我们的品牌放在他那边 卖他可以赚取commission 在某一个视频上面 我看到那个视频有 1.6million的view 里面有整几千个comments 当时候我就 哇 别人帮我们开箱 我没有付他钱的 但是他帮我们开箱 那个多工人背包 urban backpack过后 里面有泰国的人在问 哪里可以买这个back 有菲律宾的人在问 有印尼的人在问 当时我就跟我的office的人讲说 好像我们可以 市场上有这个needs 然后国外都会问 哪里可以买到这个back 我们就蒙起了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所谓的国外做exhibition 让别人把我们的品牌 带去他们的国家销售 所以这个是目前在规划着的 所以我刚刚从一个消费者博览会回来 就是去观摩 怎么做博览会 怎么做exhibition 所以这个是我们2025年的brand 要把Tracy带去国际舞台 你在创立Tracy这个品牌16年 你当中遇到的哪些困难 是你印象特别深刻 你怎样去解决它呢 应该最困难就是头三年 头三年因为什么都不会 就只是想要买卖买卖罢了 所以当时候就 我其实创业是负债的时候创业的 我大概欠银行6万多块 可是当时因为我想要结婚 我没有钱 我觉得如果我在持续负债 职务业光足 我要几时才可以结婚 成立家庭这样子 就因为这个初恋 我去说服了我爸爸 我想我要创业 我爸爸就把家里的房子 唯一间家里的房子 你拿去抵押给银行 当时候我总共筹到了500钱 其实当时我在24岁 我可以筹到500钱 很厉害 我做了一个五年的proposal 我去说服我的股东 你第一年可以赚多少钱 第二年可以赚多少钱 当然头三年亏钱 亏到半死了 第一年就亏了180多钱 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理财的人 所以在头三年 其实当时候我一个人要看财务 要看operation 要订货 要自己嫁罗里 要做wayhouse 要去卖费 包括料 每天接银行的call 你的银行存的不够 要快点来补钱 所以到处找人借钱 直到后来我的 现在的老婆 就是我以前女朋友 加入我工资 帮我负责财务 这一块 大家分工明确 我就负责销售 她就负责所谓的财务 在第四年我们就开始好转 所以这个是一开始 比较辛苦的部分 当然现在的阶段 也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现在我们处于一个 转型的阶段 我们现在所有的系统要on cloud 然后我们以前只有一个部门 现在有八个部门 九个部门 以前只有十多个员工 现在有两百多个员工 所以这一系列的所谓的 包括要设立KPI 部门要怎样成立 里面的所有 接力要怎样 薪金设置要怎样 这些都是目前比较大的挑战 当然要改变形态 因为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以后更美好的发展 另外一个我觉得 如果以品牌来讲 像Tracy 当时我们在要rebrand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个 资源去做rebrand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候我一个好朋友 他在审美上面是很强的 他也在做这所谓的一些 marketing content 我就问他 你可以帮我做Tracy的rebrand吗 他说可以 可是我收费很贵 我讲多少钱 他讲我算一下 结果他回来 他说17500 多久 他讲一个月 我说哇 一个月17500 可是当时我的声音是告诉我 要做 就因为这样子就开始了 一开始 头半年我 甚至怀疑我自己 做了这个决定 到底对不对 因为看不到任何回收 直到一年后 我们才看到 慢慢的慢慢的 那个销售越来越稳定 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当时候因为要换很多的想法 包括他 present的一些mootboard 要这样拍 我讲 这样拍可以吗 不能吧 因为不是我们的style 可是他讲可以 一定很美的 我讲 OK好 我竟然给了你钱 我就要相信你 就因为这样子 到现在我们还是跟对方合作 而不是因为 我们Tracy开始有一点知名度 我们就把它拿回来自己做 因为我们觉得 他当时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还有最挑战的 其实是当时我们要做第一场的 所谓的大型的launching event 要rebrand整个logo 整个brand color launch new product 让大家认识Tracy这个brand 我们的心很大 我们一开始讲说 我们要在KL金三角 哪一个pop up地方 在Star Hill前面 做我们的event 可是当时没有人要理我们 那些outsource的event brand 讲说 你的budget多少 我讲 我不懂 做这样一场多少钱 他讲应该300千 我讲 做一个event要300千 想象中 应该不用这样贵吧 然后场地找不到 到最后我们找到Bukit Jalil 那个地方总共4千多方车 我没有想过 我有一天可以在 这样美的地方 做我们的launching event 我可以说那场event很成功 但是也让我们很重伤 我们总共用了350千 真的需要这么多钱 而且我们用了半年来规划 直到很厉害的是 我们在event开始前三天 contractor失踪 这样生气的contractor门口 门锁着 我们电话打不到 email联络不到 当时候也不懂怎么办 可是在最后的第二天 成功找到那个contractor 我觉得一开始 最困难的地方是 不懂怎样拿你 那个budget吧 你想做 但是因为你的金钱上的 知识可能不允许 所以这个可能叫 有舍才有得 这个是当时候 我觉得做整个 branding给我最大的 impact是 如果你没有付出去做 没有人知道你的品牌 所以的marketing就是 让更多人认识你 再加上我们请了很多 跟我们合作关系好的 像银行啊 百货公司的销售员啊 大家给我们很多支持 后来银行也跟我们讲说 很好啊 你们做这个event 他就对我们的那个trust 觉得我们很用心 在做品牌 所以他在一些 facility上面 就给我们比较多的支持 都一些贷款啊 一些合理的贷款啊 因为他相信我们 要做好品牌这件事情啊 所以他后面的impact 不只是seals罢了 还有跟第三方的合作关系 你一个创业16年的 老板的身份来说的话 对于那些创业的朋友 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他们说 特别是想要投入到 时尚产业的朋友 我觉得热忱非常的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曾经的我也很想放弃啦 其实我问过我太太 昨天我们把公司卖掉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 还蛮轻松过生活的 她就跟我讲说 以你的个性 你卸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热忱 驱动我在前进 我很热爱这个行业 坦白说 我只能说 这个是经验的累计 跟我很热爱这个行业啦 然后本身我是一个 很爱shopping的人啊 所以我很爱买衣服的人 所以就变成可能我在 Sense of Beauty 这一块 我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见解 所以我觉得热忱这一块 还有你要找到 品牌定位 真正定位是要找到 人家会记得你 还有就是 在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 要找到专业的人来帮你 像我们最大的 Sales Improve 就是因为 当时候我把我的 Sales Team 交给一个很专业的 专业经理人 在这个行业 有30多年的 也是因为我这样子 放手过去 我的销售在那一年 成长了142% 就因为这一个动作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要On Trend 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Value来的 所谓的On Trend 不是只是你的 Product On Trend 你的销售管道 要On Trend 你的Service要On Trend 所有的做工方式 也要On Trend 非常感谢Johnson的分享 今天真的是 收获满满的 再次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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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